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晚上是RWout 暗區突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電視台普裝的攻略 打角也能解決敵人 那裝備的部分呢 我會推薦大家不用花到10萬的裝備 基本上的話呢 我自己測試大概一場 大概花8萬到9萬多 如果我們今天打電視台的話 基本的帶入需求的裝備就要8萬了 消耗的話呢是12000的科恩幣 所以一場至少要花92000的科恩幣 所以會推薦呢 比較老鼠玩家再來挑戰 因為電視台是目前地圖裡面最小張的 也是玩家最容易遇到的一張地圖 再來就是人機的話 目前所有地圖裡面人機最準的應該也是電視台 然後電視台又會有3個BOSS出現 所以難易度真的是相當的高 地圖中又有非常多的老鼠會出現 就是很多玩家可能躲在角落 不帶什麼裝備 躲在撤離點任何角落 偷襲移動的玩家 最近這集的話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電視台新手 如何配裝 裝備需求的部分呢 我們就不穿5級跟6級 因為價錢可能會飆到10幾萬到20幾萬 所以這邊推薦就是最基礎的4級裝備就好了 雖然敵人拿的子彈呢 基本上是4級子彈以上 不過如果說你今天出完這張地圖 我建議大家是探點的話 那就先穿比較便宜的服裝 那就4級裝 價格呢1萬5左右 然後它市場會波動 所以今天看到的裝備價值 就是僅供參考 頭盔的部分呢 就是選IND 戰術頭盔 它也是世襲頭盔 如果說你遇到敵人爆頭的話 基本上世襲頭盔也擋不住啊 如果是5級子彈 或是4級子彈 也是一發 就可能就急去了 再來就耳機的部分呢 選的是中間段位的 大概6000塊左右 使用度是中 少將度呢也是中啊 這個的話也算是比較便宜啊 清明的價錢 再來就是彈掛的話呢 推薦比較便宜的 RAP簡易啊 彈掛 這個彈掛的話呢 在軍港的 保衛營這個區塊啊 會有非常多的人機呢 都是穿這個掛彈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花錢 下面背包是選擇 牛皮背包 價錢便宜 然後容量呢 我覺得還不錯 25格 接下來就最重要就是武器了 武器的話 我們今天如果呢 沒有錢可以買4級的子彈 因為4級子彈真的非常的貴啊 如果今天拿 選擇是步槍的話呢 你可能沒有辦法使用打母彈 因為我現在用APX的話 衝鋒槍系列啊 他子彈規格9成19是可以買打母彈 打母彈主要呢 就是打敵人的肉啊 如果說今天對方有雙甲的話呢 你打他 基本上甲是不會壞的 就像是我們拿石頭啊 敲鋼板啊 鋼板基本上不痛不癢 如果拿來打裝甲敵人 我測試是不會損血啊 所以可以看到 穿透等級是0級 子彈穿透的話是4 不過他基礎傷害是77啦 相對其他子彈來講的話呢 他的穿透傷害是比較高的 像如果你今天拿的是這個3級的 9成19的子彈 他的穿透等級是3級 可是基礎傷害只有48 最常有多玩家說 用打母彈呢 打腳呢 就可以收到敵人了 沒錯 這個打母彈真的是可以啊 我在電視台呢 我拍了幾場 等一下會分享 實戰的畫面給大家看 我們到市場這邊看9成19啊 價位的話有很多個價位 最貴的話是這一顆 這顆是4級彈的9成19 他也是很多玩家喜歡的啊 不過他就是貴 關十發子彈呢 就要4340了 我們今天如果選擇要100發的話呢 要花43400 打母彈的話呢 十發只要900塊 一百發只要9000塊 所以可以帶超多子彈進去啊 然後全部打腳腳 不管是打遊蕩者的腳呢 還是打活人的腳 都非常的實用啊 那會建議新手玩家呢 要練習打腳腳啊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遇到敵人的 防裝比較高啊 他可能6級防裝 你今天就要買4級的彈呢 打他可能也是不痛不癢啊 那不如就試試看 修腳流 就打人家的腳腳 把人家的腳打爆 打斷 讓他跑不了 最後呢 就可以把他收掉了 可是這也是需要一點技巧 因為打腳呢 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簡單啊 因為打腳的部分 你要瞄的位置呢 就會比較低 如果敵人在掩體後面的話呢 你甚至可能會有打不到的狀況啊 打母彈的缺點 就是不能拿來打到防裝的部位 只要是防裝以外 有肉的地方呢 盡量的打就對了 所以我為大家推薦大家的槍呢 就是MPX這把槍 然後當然如果你喜歡MP5 或其他衝鋒槍的話 只要可以裝9x19的子彈啊 你就可以自己選配 這邊分享一下我怎麼改裝的 改裝的部分呢 為了撐到裝備有8萬啊 這邊就分享一下我的槍械方案 消音看你要不要裝啊 因為消音我個人覺得這張地圖 其實交戰聲音非常多啊 你用消音擊殺敵人呢 你的腳步聲還是會被聽到 因為如果人家的耳機很好啊 還是會被聽到裝一下 那消音其實也不需要了 然後看你們要不要消音啊 然後他大概是3000多塊 然後MPX的話呢 還會推薦你們至少要裝一個 雷射啊 因為雷射的話呢 可以增加你的腰射穩定度啊 這些其實都有影響 然後如果你有淺一點的話 也可以裝好一點啊 不過如果有基礎的話呢 裝一個普通便宜一點的 3000多塊就夠了 然後背徑的部分 我會建議大家配呢 1到4背徑 雖然衝鋒槍打遠呢 傷害沒有步槍那麼漂亮 可是畢竟我們要打角角 那你還是可以把徑放到很大 去瞄到敵人的角的時候呢 會更好瞄 如果今天只裝全息這些啊 可能距離比較遠的敵人的角呢 你就沒有辦法看那麼清楚 甚至不一定瞄得到啊 那瞄不到就打不到 那你就沒有辦法 快速打人家的角角 把他收掉 所以這時候呢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搭這個 1到4背徑 還不錯用 再來就是彈甲的部分 彈甲的話呢 會推薦可以裝50發的彈甲 地圖比較小 敵人會一直交戰 你有時候收掉一個敵人 第二個敵人就衝出來 或第三個衝出來 那子彈數的話呢 要求就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說推薦50發或是41發的 這兩個彈甲 我通常去打電視台的話呢 就是會配兩個彈甲而已 本身是帶一個50發彈甲 再加一個41發彈甲 然後打母彈的話呢 我剛剛講的嘛 100發只要9000塊 你要帶多少都可以 帶個一兩百發都沒問題啊 然後注意來講就是 不要打你的鎧甲 可能真的會打不死 瞬間會被反殺 我現在到訓練場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這把槍的玩法 主要來講打腳的話呢 就是人家說修腳流啊 這上面都是防裝啊 包括頭盔到身體這部分 是我們絕對不打的 我們要打就是腳 腳這個區塊 如果他這樣有腿甲的話呢 你要再往下打一點 然後如果說遇到掩體啊 跟大家講最麻煩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他的腳被擋住了 你打不到腳的狀態下 你只能打上面 那你就不要開槍 因為可能會打不死 除非你真的槍法很準 可以打到手啊 打到手把手點死的話 也是有可能的啊 再來是通常都是打腳 打腳的話就像這樣子 修腳流我們就是一直狂打他的腳就對了 把他的腳打斷 訓練場這邊練習的時候 你就可以練習 秒人家的腳 因為其實槍戰遊戲 大家習慣都是玩爆頭嘛 我自己也是喜歡爆頭啊 打這個修腳流的話呢 我也是練了一陣子啊 才練成最近呢 有成功打敵人打腳打到死掉啊 不管是活人或電腦呢 都可以輕一波 不過這個是非常吃你的手感 在吃你的反應力啊 因為只要說對方是 你在上面敵人在下面啊 他的腳是被擋住的狀態下 你基本上打不到腳 這時候我就建議你們先不要開槍了 就是一定要在有力的位置的時候呢 再開槍 就是你能夠打他的腳 確定能打到再開槍 有很大的機率被反收啊 因為這遊戲玩家都很強啊 試一下打盔甲 我們幫他裝個三級甲好了 如果已經打電視台 玩家只好三級甲 打腳流的話 每張地圖都用得到 不是只有電視台是這樣 只是電視台這樣 你要省一點的話 就是打母蛋了 甲人是三級防裝 好我們試一下打他的甲 你會發現完全打不動啊 因為他不會痛 因為穿甲穿不了 打頭盔也是一樣 打到臉的話呢 他才會死 電視台玩家基本上都會佩戴面罩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 他有三級的面罩也打不穿 所以說我們建議大家就是一定要打腳就對了 然後大家可以自己到這邊來實測一下 打算來講呢 這就是一些 開箱的技巧啊 跟一些攻防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實戰畫面吧 像我們只要摸到牆壁呢 用探頭射的方式啊 快速打敵人的腳 把他打倒後呢 他就直接去了 在隨身攜帶一些投植物啊 只要我看到生物的狀況下呢 你就可以來個投食問物啊 畢竟你投出去呢 敵人沒有這種不重要啊 只要有機會 射到敵人的話呢 你就丟吧 因為常常你投植物還沒丟完之前 你就會先死掉了 所以我常常看到生物就會丟 而且命中率很高 因為這張地圖比較小一點 所以有時候隨便亂丟都可以炸到敵人啊 再來就是我們修角流的話呢 要特別注意我剛剛講的高打低啊 像這個敵人呢 他的腳在掩體下面 所以我們是打不到的 打上面的話也打不死他 就像我們剛剛打那個假人一樣 沒什麼創造能力 甚至有機會把自己玩死啊 所以遇到這樣的敵人的話 我們就不開槍了 接下來一樣呢 如果敵人在正下方啊 因為這張地圖有二樓跟一樓 像這敵人在下面有打不到他的腳 我就必須去找那個角度啊 去抓到他的腳腳的位置呢 去打他的腳 不然就是要打到他沒有面罩的地方 不過通常都會有面罩 所以要打到面罩以外是有點困難 像我這邊有抓到一個洞 剛好打他的腳 然後把他收掉 接下來遇到敵人一樣 我們就是卡牆角 然後用探頭射的方式 快速射他的腳 然後因為這張地圖的AI真的比較準 隨時一瞬間就會被打到慘啊 然後我們這次好像有開一下保險箱 看能開到什麼 這張地圖其實也蠻肥的啊 基本上來講一場二三十萬 帶出去是一定基本的啊 再幾百萬的也是有可能的 像這邊只有收到紫色的東西啊 都是幾千塊而已 有點可惜 有敵人把門打開了 門打開你看到他對方呢 的腳是打不到的狀況下呢 你就不要讓他過來 一直狂丟投植物啊 甚至還有可能把他燒死啊 像我如果遇到敵人防裝比較好的 然後打不到腳的狀況下 我就會開始丟雷啊 所以我們投植物真的要帶很多啊 這張地圖投植物呢 是一定會用得到的 因為畢竟你亂丟都可以炸死人啊 看這個有敵人 直接打他的腳 就可以直接收掉他了 打腳的部分呢大概打到四五發 敵人就會直接倒了 上半身打他不會痛 可是我們可以一樣打他腳腳 打他重要的地方啊 他就會痛了 這裡有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隊友倒了 然後倒到門前面 我是想要幫他的 因為敵人可能會進來收他 因為他敵人在門口丟一個 燃燒瓶 直接堵住門口不要讓他們衝進來 再來呢我就開鏡 這邊剛剛講四倍鏡很重要啊 就直接打腳 把這敵人的腳給修掉了 他的裝備好都帶衣服跟頭盔啊 最後一場這邊的話遇到一個大佬 這大佬的裝備非常的好 給大家看一下 用四級甲打六級甲 這邊看到敵人以後呢 我開始先丟一些頭植物啊 丟頭植物主要呢 不一定是把敵人炸死 也是可以讓他慘啊 他逃不掉的話你就可以衝過去打他 他衝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狂射他的腳 射到他慘 最後這幾發是有打到他的腹部的 最後他就不幸的倒閉了 然後就撿他的屍體 來看一下他的屍體如何吧 我們這一場一樣是拿四級甲 裝備就是我剛剛分享的 然後可以看到他的甲呢 非常的不錯 像耳機也是比較好的 一萬塊的耳機 我就把耳機換掉了 再來這邊也一樣有一個甲 他的甲是十三萬的甲 換過來六級甲 頭盔比較沒用好 他四級頭盔 可是有達姆蛋 打他頭盔基本上不會痛 然後他身上的東西呢 我就盡量的把他搜刮掉 可以看到他的東西真的很 滿滿滿啊 很想要進來撞一波的玩家 當你一把呢 打到一個大佬 裝備撿一撿以後呢 基本上就可以回家了 就非常的賺 這張地圖就是這樣 通常你只要遇到一個大佬 他的服裝你全部集成掉 你就可以準備撤離了 因為你再多打的話 可能會遇到其他組 看到敵人的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修腳流 修腳流就是像這樣 敵人很多的時候呢 打不到久 我們就丟東西 把對方炸到殘為止再說 這邊炸一波 然後再繼續修腳 再修倒一個 最後呢 安全的撤離啊 撤離的話 我建議大家抓就是 你裝備都收好就可以先走了 不要說一定要打到最後 因為有打到最後的玩家 他歸在撤離點 你真的是想辦法跑不掉啊 是這張地圖最可怕的 可能到倒數三分鐘 還有玩家呢 在蹲撤離點 就是不讓你走 他只想要拿你身上的裝備啊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 見好就收 是這遊戲很重要的 這場呢 就拿到三十一萬八千的物資啊 特別是基層在大佬的六級防裝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賺啊 這集呢 就分享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打電視台玩家 你還不收這張地圖啊 我在前面的影片 有分享過這張地圖的一些攻略 測離點的部分 可以看頻道現在裡面有 然後這集就分享一下 普裝啊 不到十萬塊的裝備 八九萬呢 打贏大佬你就可以起飛啦 然後你也可以省一些錢 不然基本上來講 每一場呢花九萬二啊 很快呢 你的百萬收入也會變成零啊 所以這張地圖主要是挑戰的 就是極限的生存 然後也可以把這集呢 分享給你的朋友 四個人都修繳 會變得非常可怕 可以組一個修繳部隊啊 好今天的攻略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那天的影片 喜歡吃Dior 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去分享這遊戲攻略跟情報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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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